这个情况咱们现在还达不到 但是咱们知道 从经上 佛部的教导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我们是起念的 是分别 是忘心 因为你起忘 起念 念要找警戒相 念头一生 就出了现前警戒相 这个警戒相 也是以这本觉而有的 以这本觉而有的是虚妄的 没有他的虚妄的字体啊 没有字体 见也见不到 摸也摸不着 所以就叫忘 在这个时期内 这段时间内 还是在心内 没到心外 至心里 至心身体相 至心分别 至心圆略 地藏不着 讲我们这个心相 是分内分外 这个是内心相 那心外相是什么样呢 所缘心外相者呢 就是一切祝福县地 所有形象呢 外边的警戒相 你一念 念就是思维 一思维 就外边境戒相 前头那个心 是能源的 能源的心 它源于所缘 能源于心 就源于心外的相 外相就是境戒 在境界上 在境界上 相上的 启示着 这就叫心外相 知道了 内心的差别 才由内心 其实是外相的 外相就是缘分 缘相的心 全面是能源的 这个是很细致的 对一切法 一切法都是代表意思 说一切法 就一切境界相了 因为你自作 现前境界相 内心就起差别了 以前夜转相 没差别 还没有起差别 自相相续相 一下就起差别了 起差别相 帝章父的教授 教授我们呢 说你要知道 你内心的妄想 内心的妄想 把内心的虚妄想 是内心的妄想 我们经常说妄想 妄想 这是因 是体 所以我们妄想 妄想 由妄想而生出了 很多事物 所以说这个妄想呢 是心是体 别给一切法做因 因 一定干过 干的苦报啊 乐报啊 受报啊 说这就感到 种种茶园了 有内心的妄想 干出外道境界相 这就妄想纷纷了 那就去起了 种种作用 但是从种种作用 不离他于心 这就是经常说的 万伐为心 但是方个人来说 心生万伐 万伐有心生 万伐有心生 在生起的时候 叫因 因一定干过 因必干过 果是体 体啊 一定一心 是作用 因果也好 体容也好 维持一心 心外呢 无法 一切法都是心生的 还归于心 心外什么象都没有 所以心上在种种发生 心灭为种种发灭 因此我们知道 内地虚妄的象 是一切发生 是一切 是一切 助法之体 而产生的 外头的妄想 内心的妄想 产生 外头的妄想 外头的妄想 就是 肉 就是果 因必干果 体必有肉 咱们讲的 因果体容 在这个里面包含着 起货 造业 从反 从相反的说 我们要是 修道 消灭货 不要它造业 把所造的业 还归于心 因为我们对外相 不能理解的 这是迷你作用 对外相 你不能理解 你不知道外相 就是威信 所以万法威信所起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不能理解 所以 在心内相 而产生 心外相 内外 全是异心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佛教讲万法威信 他就从这生起来 地藏菩萨 打个比喻 跟我们讲 什么叫心外相 若你做梦 所见的种种境界 那是你想成的 内心的思维 所想成的 或者外头的 所有思维 又落过于心的影子 都是新起的 说心外无法 一切威信 佛教讲一切威信 是这样讲的 因为一切众生 都有外相 他迷了 不理解 不晓得外相 就是因所所生的 因此 地藏菩萨 他跟我们说 一切警戒相 都是这样子 都是威信 想所做的 没有一切是外头的 都是内心 所信的 所以 就从我们上来 所讲的这一系列 一切警戒相 都是无名而起的 如果我们不理解威名 就像我们做梦一样 叶 转现 这三项就细的 四项相 相 五一项 就叫实了 就叫咱们说知识 知识 知识本体 实实作用 这时候 这时候取很多分别 因此呢 这是新法的源起 新源起法 咱们的心呢 所缘念而起的一切相 所以缘起一些警戒相 咱们知道了 不是真实的 是新生的 生有新生 灭也得有新灭 新生种种法 新灭种种法 新灭过种种法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